OK,我們之前有兩三個星期停了,因為培令會的緣故 所以今天也要溫習一些 今天已經是我們講這個系列,可能第四次了 如果你想聽回前面我們講了什麼呢,你可以回到這個網站 其實我們還未正式進入主討文,但我們正在準備進入主討文 但我經常想大家記住主討文是什麼一個討文 第一,它是一個天國的討文,這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看的是馬太福音的主題就是天國,天國的君王來了 而因為耶穌的國度是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要常常記住我們的祈禱 待會你去讀的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是一個心意更生的祈禱 一個不是好像地上人那樣的祈禱 我說在我們未進入主討文之前 其實我們要有一點準備 如果你記得前面一兩次,你有聽我說 其實在馬太福音第六章裡面 是說了叫我們不要好像兩種人那樣祈禱 然後才進入主討文 那兩種不同的人是哪兩種不同的人呢 其實在馬太福音裡面,這兩種不同的人都是盲人 這個禮拜沒有時間,下個禮拜我們會說 你看到耶穌說他們很盲 所以他們的祈禱就不是主討文裡面的祈禱 這兩種是哪種的人呢 一個叫做假無為善的人 我們還在看假無為善的人 另一種叫做愛幫人 耶穌就說不要像他們這樣祈禱 如果你還記得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讀過一次馬太福音第六章 如果你記得我就把它解鎖了 變成有些號碼在這裡 就是01232 那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記得馬太福音第六章一開始第一節 就會說當你行善的時候你要小心 然後1、2、3就代表三種在猶太人眼中作為的義行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哪三種 第一個是當你捐獻 就是給捐獻的時候 然後當你祈禱的時候 然後第三個是當你禁食的時候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讀 一會兒我們去到那些經文 我們就可以讀一下 你看馬太福音第六章一開始的時候 是怎樣 你們要小心 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你們看見 若是這樣 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賞賜了 你會發覺這個pattern是會不斷重複的 你們要小心 如果不是 你們就會得不到天父的賞賜 那什麼是善事呢 原來猶太人的世界裡面 善事有三種 第一種是你們施捨的時候 第二種是你們討告的時候 第三種是你們禁食的時候 如果你記得 上次你記得我 這個是一個三文字 是中間隔住了什麼呢 討告 討告是很重要的 甚至我可以這樣說 他在畫圖畫給大家知道 討告是施捨和禁食的傳閱 那施捨禁食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你還記得 是施捨是代表外弟兄 而禁食不是為了自己禁食 禁食是為了祈求天國來臨 是代表愛上帝 如果一個是愛上帝 一個是愛人 你怎樣可以有能力去愛上帝愛人 原來中間的巧妙就是 你需要知道如何去祈禁 那愛上帝愛人 如果你是一個猶太人 記得馬太福音是特別猶太人的 你一定在想十戒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討告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討告是我們整個 我們屬於生命的中心 如果你記得上次 我們最後就說 我們要祈禁有更多人來討告會 我們要祈禁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個人的討告生活 是怎樣 今天我繼續和你讀 我想和你讀 讀通這個故事 因為耶穌講這個故事 其實挺複雜的 好 我們一起讀這節聖經 馬來福音六章二節 一二三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號 將那假冒行善的人 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榮耀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繼續 第三節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 你負在暗中擦汗 必然報答你 OK 這個大家都很熟 他就說 你在做好事的時候 在這個情況 是施捨的時候 你不要像那些假冒遺善 耶穌還沒有給你的謎底 不要告訴你 假冒遺善的是什麼 一人才說 OK 你施捨的時候 不要在別人面前做 因為你已經得到他們的賞賜 你要在哪裡做呢 你要在暗中裏面做 在暗中裏面 你的父親就會報答你 OK 大家很熟悉這個圖 然後我們就不讀 然後他就說 你討告的時候 還是不要像假冒遺善一樣 在眾人面前去做 因為他在眾人面前做 他們已經得到獎賞 於是要討告 要在哪裡討 就不要在祈禱會上討 很有趣 要回去關門 在暗中祈禱 那上帝就會知道 上帝就會報應你 然後同樣的事情 是重複了的 就是你們禁食的時候 不要像假冒遺善的人 給別人看 他們就得到他們的獎賞 你要在暗中裏面 給上帝禁食 於是暗中裏面就會報答你 我們通常看到這幾傳聖經 都是馬上去應用的 馬上打個比喻 然後就應用 我不想你這麼快想 我想告訴你 這三樣東西 整個故事是一個故事 所以不要把它分開來講 耶穌在講一個大故事 在這個大故事裡面 有假冒遺善的人 這個假冒遺善的人 同時做了三樣東西 一個正在施寫 一個正在施寫 一個正在禁食 另一個正在討告 我想你 正在想一個假冒遺善的人 他同時正在做三樣東西 他正在施寫 他正在禁食 他正在討告 再推一步 我不想你當它是一個故事 我想你當它是一個比喻 你知道耶穌講教導的時候 要用比喻 OK 我正在忍你 讓你看到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耶穌在講一個比喻 一個關於假冒遺善的人的比喻 關於一個會捐獻 會禁食 會祈禱的假冒遺善的人 耶穌講一個比喻 OK 好 我們繼續問 假冒遺善的人是什麼人 如果我問你 在新約裡面 耶穌經常都說 假冒遺善的人是什麼人 是 法利賽人 沒錯 好 現在再推一步 耶穌其實在馬勒福音第六章裡面 是講一個法利賽人的比喻 法利賽人是假冒遺善的人 而這班法利賽人在做什麼呢 他在捐獻中 他在禁食中 他在同時在討告中 OK 而這班法利賽人 或者這個法利賽人 做所有的善事都是為了得到人的讚賞 而耶穌說 你已經得到人的讚賞 不過 還有一件事 你得到人的讚賞 但是你會什麼 你會失去了上帝的獎賞 上帝叫什麼獎賞呢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能想到天花女聚 好 我暗中去行善 於是 我給了一百元上帝 還回一千元給我 你便想了 你這樣解經 你死定了 我們禁食 上帝又會獎賞 我兒子可以入到這樣的學校 又死了 不是的 OK 我未在最後開股之前 我想說多一點 法利賽人 或者這個假無為善 我們知道法利賽人是假無為善 這個字原文 或者英文 我也知道 Hippocrate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人上台演戲 他們會戴著面具 假無為善的人 就是原來當時他們演戲的人 叫做假無為善者 其實這個用字應該是中性的 演戲的人 你不可以說他是壞的 只不過用了在耶穌的故事裡面 假無為善就是假無為善 OK 那我現在當你 我想你 不要想他們是假無為善 你說他們是戲子 他們上台 然後戴上個面具 OK 演戲的人 就有兩種 哪兩種呢 我不知道你喜歡看電視 也喜歡看電視 也喜歡看電視 如果你喜歡看電視 如果你喜歡看電視 你多看幾十年 你會發覺有兩種不同的演員 一種演員叫做普通一般的演員 另一種演員叫做全人投入的演員 即是出神入化的 那你說分別在哪裏呢 分別在於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演員 你去演一個功夫片 你拍完那套功夫片 你還有沒有功夫嗎 沒有的 其實你不懂功夫 如果你拍完一套戲 你下班了 然後有人打劫你 你會怎樣 就給錢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全人投入的演員的時候 即是你整個人融入了你所演的角色 你會說我是懂功夫的 然後你拍完一套戲 下班了 人家打你劫 那你怎樣 你來吧 我懂功夫的 你明白嗎 即是短了 或者如果你是演皇帝 你回到家 對著老婆 你覺得鬼打劫 你短了 為什麼我要問這件事 因為耶穌說那些法利塞人 或者以色列的領袖 他們做了一個戲子 OK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行善的戲子 那問題很重要 你猜他們是普通演員 即是行了異之後 回到家都知道自己是壞的了 還是他們是演戲演到出神入化 全人投入 回到家還是覺得自己是異人呢 你明白那個分別嗎 OK 所以你回看這個故事 你們討告的時候 不可以像那些假冒為善那些戲子佬 在街上討告 他們覺得他們得到他們的賞賜 你要問這個問題 這個戲子佬 是普通演員 戴了一個面具 回到家 脫了一個面具 其實你是不是真是一個異人呢 其實你不是的 就是有另一種戲子佬 是回到家 他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異人 這個叫做自異人 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分別嗎 這樣說 你容許我這樣說 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都是假冒為善的了 每一個人來到教會 都是戴著小小面具 OK 我不會把我最壞的東西給他們看的 我老婆就知道我最壞的東西 但是我老婆都不知道我所有最壞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 每一個人都是戴著一個面具 你不要回錯意 我說這句話 但是你不要回錯意 我想說這句話就是什麼 面具不怕戴 最重要是脫得快 如果你回家 你在上帝面前祈禱的時候 你還戴不戴著那個面具 你不可以戴那個面具 這些 法理錯人 假無畏性的人 的問題 就不是他在做人面前 講了一個很好的祈禱 回到家 然後脫了面具 其實剛才那些都是假的 如果他是這樣做的 其實他是OK的 即是他不死得了 他的問題是 他剛才在外面做了一場大龍鳳 然後進到房間 再在上帝面前祈禱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是否容易 他仍然覺得自己是容易 這樣就壞了 你明白嗎 所以他壞了 因為他是完全的自義 他相信自己的自義 OK 我講得這麼複雜 講什麼呢 我講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裏面有一個自義人 這個自義人捐獻 這個人自義人他禁食 最後這個自義人祈禱 而在當中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很相信自己的意 他覺得自己在上帝面前 就是那個好人 好到一個地步 他覺得他得到人的讚賞 是應該的 甚至他應該得到上帝的讚賞 你明白嗎 如果我們在外面 我們戴著面具 別人讚我們 都不好 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不好 OK 但是這個人 他得到人的讚賞 他覺得很應該的 甚至他覺得別人讚他不夠多 OK 然後他去到上帝面前 他覺得上帝仍然都要讚他的 上帝說這個人 最後會失去了上帝 預備了的秘密 秘密禮物 上帝有個禮物 上帝的禮物是給誰 給在暗中中向他謙卑祈禱的人 你現在再想想這個秘密是什麼 不要想 你在想 所以耶穌在說這個比喻 我想問問你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是馬太福音第六章 耶穌所說的一個大故事 大比喻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故事 其實是在另外一本書 另外一個福音書裡面 耶穌曾經說過另外一個故事 跟這個故事完全一樣 你想不想到這個故事是什麼 在另外一個福音裡面 耶穌講過一個比喻 講過一個簡報為善的人 講過一個中毒、自義的簡報為善的人 在上帝面前站好 說自己做多少好事 說自己禁食多好 說自己在上帝面前稱義 結果耶穌說這個人 在上帝面前得不到上帝要給他的東西 你記不記得這個故事是什麼 是嗎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耶穌說有兩人上聖殿祈禱 一個叫做法力賽人 是嗎 你記不記得他 我今天沒有時間去看 我今天沒有時間去看 但你記不記得這個故事 他祈禱了什麼 感謝主我不相那些外邦人 我不相其他骯髒骯的人 我怎樣 我捐獻 我又捐錢 我又禁食 我所有事我都十一奉獻 奉獻了 接著另外一邊有一個人在 他做什麼 他是碎利 他在隨兇 他在隨兇 他祈禱只是憐憫我 罪人 接著耶穌最後的關鍵 他說 這個人 即是說自己是罪人的人 Walk away justify 他說這個人出去的時候 他怎樣 他清意 他清意 justify 我想問一下你 上帝的神秘禮物是什麼 這個 那個自義人失去了神秘禮物是什麼 是清意 你明白嗎 所以就不要說 我是暗中做了好事 上帝會 給我神秘禮物 我給我一百元 他給我一千元 不是 上帝說有一個禮物 上帝預備了給那些 在上帝面前 知道自己不是自義的人 這個禮物 這個禮物 是上帝的公義 上帝的義 他獨生兒子 耶穌基督的義 OK 所以我想說什麼 我想說馬太福音第六章 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其實是貓公仔 那你說和我們討過有什麼關係 其實當我再想一件事 其實我也覺得很大人害怕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今天來到上帝面前去祈禱 或者你自己個人在家裡也好 你自己在教會裡面也好 你第一句祈禱的時候 你第一個來到上帝面前 你求什麼 你有沒有好像那個 那個水利說 Have mercy on me, your sinner 你問我 因為我的罪人 會不會有些人會說 我幾十年前 旗了那個土 不用再旗了嗎 有沒有想過 其實那個是 整個天國祈禱裡面 最忠心的一件事 有沒有想過 那個耶穌在說 我們真正的靈命 是建立於在我們不斷重複的 去祈禱那個 祟祢所祈禱的東西 我不是告訴你 你不奇怪 上帝 你昨天的意 就不帶到今天 我不是在說這件事 有沒有說 這個是我們牽卑的上帝面前的一個態度 我其實想到這件事 我自己很害怕 因為你做牧師做了久 你真的覺得自己 你帶著面具 脫下來 你不知道 這是我們的職業病 戴著面具 覺得自己很稱職 戴著面具 覺得我真的就是那個異人 你明白嗎 很恐怖的一件事 面具不怕戴 最重要是脫得快 我們怎麼可以每天去上帝面前 把面具脫下來 把面具脫下來 脫下來 脫脫脫 做回一個 順利 這樣呢 才是屬靈生命的 真開始 可不可以我們花一點時間 去為我們自己這件事祈禱 因為我知道 通常我們來到祈禱會 我們都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為教會祈禱 為人祈禱 很多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最基本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才來到上帝面前 求上帝 連吻我們 在當中得到上帝 給我們的神秘禮物 耶穌基督的意 好 我們一起安靜 去祈求 我們天父 我們感謝你 我們可以來到你的面前 再次思想這一段 很熟悉 但其實有很不熟悉的聖經 當我們整體的去看 馬太福音 第六象 當我們再去看 不是馬上去應用的時候 我們發現 它最終挑戰我們 是一個比我們 我們原本所想的 深層很多事情 深層很多事情 我們先有那個 熟靈的危險 一個懶懶散散的人 其實它很難說自己 在你面前是異人 但是一個 一個長年累月 投入教會的人 很可怕地 可以成為一個 脫不了面具的人 還有我們需要 進入一個黑房 在那個黑房裏面 再沒有其他人 可以容許我們跟他們比較 在黑房裏面 只有聖結無瑕的上帝 只有你完美的律法 只有我們沉重的罪孽 在那裡 我們要像一個碎梨一樣隨空 掛著 言吻的 罪人 而在我們最無助 最無妄的時候 卻是你打開天窗 將你 那個暗中神秘的禮物 主耶穌基督的公義 賜給我們 用我們畫著一個謙卑的心 來到你的面前 接受 你為我們預備 耶穌基督的禮物 再次感謝你 祝福我們一起祈禱的時候 這樣祈禱去奉 諸耶穌基督的禮物 阿們